大家好,我是格子,我现在到这个北京太平洋海底世界这头了 这边的门票是八十块钱一张 然后那我现在呢,带大家看看这个北京海底世界 这里边好不好玩 然后这八十块钱花的值不值,好不好 那咱们马上出发 好,那咱们现在进来了 是什么鱼这么大个儿 这么大个儿的鱼啊,一条,估计够我吃一个月的 这是小企鹅 看好不好玩企鹅 你们好好吃 我生生生生生虚无人下水了,这鱼 然后咱们现在呢,去这个隧道里看 海底隧道 这里应该是这个海底世界比较好玩的地方 上面是鲨鱼 不知道大家看到了吗 这挺深的 让咱们进入隧道啊 这些都是小沙 这还有一片鱼啊 这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啊 长得跟片儿的,咱这叫片鱼吧 这里有好多银鱼啊 银色的鱼 大海龟 这还挺个儿啊 这个鱼的世界啊,还挺好啊 空间大 想怎么游怎么游啊 这鱼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啊 肿类太多了 有条鱼 这里面那鲨鱼都不大啊 估计没有什么攻击性啊 都是小鲨鱼呢 大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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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鱼够个儿啊 但是感觉它好像已经老了啊 大家可以看出来啊 好,那朋友们咱们转完隧道继续转 这是牛角香豚啊 长这样太好玩了 我家宝贝说长得跟方块似的啊 都是这样的 然后这块是海马 大家可以看啊 大家可以看啊 都是活的可好玩了 你刚才打招呼 他是海龟爷爷 他能活好长时间的 这是大海龟 这个是海扇 这个是海扇 看到了吗 海扇为什么有一段眼啊 这个海扇 张了嘴呢 这是他的嘴宝贝 那为什么 我说他那下面的怎么有一段眼啊 那个应该是他呼吸用的东西 那咱们继续逛啊 这边呢 是这个水母啊 各种水母啊 天呐 真是太漂亮了 像一船云一样啊 这个小白水母都贴到这个壁上了 很有意思 这边的水母也很好看 他这个灯呢 是变色的啊 这水母是白色的啊 所以这个水母的颜色呢 会随着这个灯的颜色啊 变化 非常的漂亮啊 好呢朋友们 那这个北京太平洋海底世界呢 就带大家逛完了 大家觉得这里怎么样呢 好玩吗 80块钱的门票值不值呢 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咱们向我交流 喜欢就关注格子 关注格子每天都有新鲜事 好那这期的视频就到